住这个酒店很方便 这一早就有巴士了 去直接送我们到游轮的码头 而且它分了哪一艘船 哪一个车 好快啊 十分钟就到了 十分钟就从酒店到了游轮码头了 这是我们要坐的船 就这一艘了 它是一艘比较旧的船 但是是在2019年 重新装修过的 最近的新船都在那个胆图的 这种长途的新船很少 不过我下一站的是新船 下一站的是今天最新的船 太阳公主号 我们在家里面 把这个行李条已经打印出来 你不想耽误时间在这里排队的话 在家里把行李条打印出来 在这里抓住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等会他会送到你的房间的 给了五块钱小费 你看这里就是如果说 你没有在家里面打印好行李条 要在这里排长队 等 你看这个等着放行李的这个长队 这要排最少要排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了 因为没有在家打印好那个行李条的话 就要这里等 因为大的行李是过不了机器的 过海关的时候过不了机器的 安检的时候 所以大家如果经常坐在家里面 把行李条打印出来 现在进来了 在等着排队挂安检了 把行李都drop off了 这个是我老公 他来了你把小包 我是背了一个小背包 过完安检了 现在check in 很快就可以上船了 因为这一个月的 大部分都中老年人 年轻的比较少 一个月年轻人都在上班上学 check in的时候 就拿了个护照就可以了 我们俩已经check in完了 他现在给我们那个房卡 穿过长长的走廊 又有好多人到了那个拍照的地方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花钱拍这个照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自己用手机拍就好了 上船了 这个通道上每次批过的 这个工人在外面清洗 清洗了个外面那个船身 还是老规矩 进来的是用那个 要拿那个木丹链卡去刷一下 拿我这个卡去刷一下 我这个是钻石会员 Christy 耶 哇进来了 好开心啊 又看到熟悉的场景 我真的两个也没做 非常想念游轮 看见好舒服 它虽然是舊的游轮 它因为是19年重修装修过的 所以地毯什么的看起来都蛮干净的 因为我们来的比较早 我不想在酒店吃早餐嘛 然后现在它那个房间还没有打扫干净 所以我们现在去自助餐去吃早餐吧 它这个船现在大概是11点多 船是下午3点钟才开的 现在我们上去吃早餐 现在是自助餐厅来了 自助餐都坐满了 我看大家都来的比较早 大家都上船比较早 我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其实自助餐的东西我都吃力了 正好吃力了可以减肥 吃点健康的吗 可以减肥 这还是早餐的品种 这是泥脉吧 那个沙拉 这还有个凉拌豆干呢 这个是凉拌的青瓜 另外一种朝鲜利吧叫 I'm sorry 各种起司 我很喜欢吃原来上的起司 我喜欢吃那种不如起司 现在没有哈 可能有个时间点有 它的起司的品种中餐的时候 晚餐的就特别多 现在是品种比较少 这是各种面包 这种我通常不吃的 我在船上就主食吃的很少 肉吃的比较多 然后蔬菜吃的比较多 因为它基本上每餐都有牛排 或者鸡肉啊 或者各种鱼啊 虾 这种鱼 今天我吃的比较多 这一块是pasta 我也不吃的 今天呢 青椒之类的 我会吃一些 然后这是沙拉吧 沙拉我吃的比较多 我在游乐上主要是沙拉跟肉 这里是各种肉 这里排在的人比较多 我可能就拍一下这个 这个镜头 这个应该是 牛排 牛排 这是 猪肉还是鸡肉 不知道 这是豆角茄子 我比较喜欢吃的 还有南瓜 这是美国人爱吃的chips 这是其中的一个section 它有别的 一般都有两到三个section 你可以选 这是我的早午餐呢 那我一般一般经常就 通常就吃没盘子 就不会再吃了 这个去拿点那个cheese 我拿了一块牛排 然后一块烤的那个鱿鱼 然后茄子豆角南瓜 一点凉拌豆干 一点凉拌的那个番茄啊 还有什么朝鲜腻 青瓜 好啦 开启我游战上的第一顿 我喜欢吃南瓜 南瓜红薯 我基本上在家里面也是天天吃的 吃南瓜 豆角 烤的鱿鱼 烤的鱿鱼 牛排 我老公喜欢水果 他的第一盘通常是水果或者沙拉 然后再吃点肉 他这个南瓜超好吃 还有茄子也好吃 我把南瓜和茄子吃完了 鱿鱼 烤鱿鱼吃了一半 那个牛排 我吃了一点点 然后再去拿一点那个什么 起司 我就结束了 我的早午餐了 我老公水果吃完了 现在吃沙拉和面包 去另外一个那个food section 去看一下有什么不同的食物 我这一盘剩下这么多 我差不多吃了个七八成宝 这是另外一个自主餐的那个 嗯 section 我看一下啊 食物是不一样的哈 我以为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你看 这边是三明治 我们的没有三明治 然后水果 然后这边有米饭 配的猪肉 然后这边有汉堡包 不一样的食物吧 每个food section的食物 是有一点区别的 这边是沙拉 今天是沙拉 拿了四块芝士来尝一下 然后就结束了我今天的早午餐 九块还有一点烟熏味 我选这种烟熏味的 然后我选不容易吃 它现在没有了 这块夹心的它有点辣辣的 加了辣椒的 这块就味道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 一块那个鸢鸢的我比较喜欢嘛 这块吃吃味道比较浓郁 还不错 所以邮轮上我找不到很多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在邮轮上通常我不会长胖的 因为你吃几天就吃力了 就吃得很少 基本上就吃点健康的 沙拉呀 吃完 吃完饭来找房间 我看好多人的行李都已经送到房门口了 好了 这就是我的房间了 好了 到了熟悉的房间 熟悉的场景 我们的行李还没有到 我朋友他们刚刚去那个自助餐的 我们刚刚吃完的房间 房间尺寸我觉得还可以了 放行李的地方 然后洗手间 那个登船的第一天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打开房间的电视 要就是看一下那个叫什么 Security 然后去打卡一下 那个叫什么 要去那个master stay room 去打卡一下 这个是一定要做的第一步 每个人上船都要做的第一步 要不然他据说 如果有一个人没做到 那个船不会开 行李现在把行李提进来了 OK 这个一定要来打卡的 这一步一定不能忘记 然后打完卡我们去 嗨 打完卡我们去买了个 drink package 我们两个drink package要3000多 因为有一个月嘛 如果不买drink package的话 你单独买wifi 单独付小费 然后单独买drink 你还是要花两三千 所以我们两个在这纠结 现在他那个wifi全部涨价了 好像涨了50% 好贵哦 我朋友他们买的drink package 两个人花了3000多 现在又回房间了 那个drink package 一个月的话两个人要3200 你不买drink package的话 你就一样一样单算 那个什么小费 还有那个wifi wifi肯定是要的 小费是强迫性的 要收的每天 那两个人算下来 也得2000多 我老公还要一个 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喝酒 但是我老公喝可乐嘛 要一个soda drink 那也是 也是你2000多 将近3000 我觉得他现在wifi涨价了好贵 wifi涨价了50% 那你不要wifi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真的是贵 你看你买了船费 你上来还要花3000多块钱 你还没有算那个叫什么 科警还没有算那个叫什么 胆图旅行的 你要买胆图旅行的 你还得花一两千 反正不便宜 他这里有洗衣房 因为我来之前我有两个朋友都问我有没有洗衣房 他是有洗衣房的 所以他也不用担心上游轮上游 一个月有洗衣房的 然后他是你用你的那个 我带念徽章去扫一下 他有中文的你看没有 有中文的告诉你什么操作 你可以买那个买他的那个 洗衣饭多少钱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 洗衣饭多少钱 还可以了 不算不算不算贵 洗衣洗衣吃的话3块 然后那个也是3块 那个叫什么肝 我觉得还可以了 甩干的也是3块 烘干的 下午吃点小点心看起来蛮精致的 看的蛮好看的 好漂亮 他因为今天是第一天吧 所以他有各种的那个叫什么 welcome party 刚刚那个是casual的welcome party 这个是薄金会员的welcome party 薄金就你会员 就是你做了六次 就成为他的薄金会员 就很多这种小点心 他这个薄金会员的这个浪酒种是每天都有的 就说你要是吃力了制作餐的或吃力的那个什么的 还可以换一下口味一下 很多小点心的 各种各样的 盘就吃 油脑上就吃吃吃的各种吃的 还有喝的这些地方各种喝的鸡尾酒 可以计较 他这里面都是如果没有买准也可以要拍给也是免费的 但是你不买准可以拍给我们两个商场也要两千多块钱 反正都是得花钱 我们的这艘游轮叫做Caribbean Princess 它可以搭载3140位乘客 1200位船员 它是在2019年重新重新装修过的 我刚刚看了一下大小用池 大概有五六个 还有一些Jacuzzi 虽然相比Discovery Princess 还有Sun Princess 这艘船就属于比较老旧的 但是真的还是很漂亮 感觉特别美 我们的游轮出发了 这次一个月的游轮女街生活 会给我带来什么样新的感悟或者感想呢 我每在世界的每个地方走一圈之后 都会倍感珍惜当下的生活 感恩有自己的朋友家人 我看是很普通很平凡 却非常开心的生活 自助常乐吧 我觉得简单也是一种幸福 简单也是一种快乐 游轮上的美食不但节目不但生活丰富多彩 我觉得非常的relax 然后什么也不用想 什么也不用干 真的每次下船的时候都不想下船 那么多一遍 那就是今天的节目 还不让我们的社会